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的30分钟里头 我们要和您一块来关心 高雄发生哪些大小事情 还有这一个礼拜当中 有哪些重要消息 和您一块来回顾 新闻首先要带您一块来看到的就是 为了要解决后进溪下游 低洼社区液淹水问题 市府又有了具体做法 规划在右昌街以及美昌街 再设置两座的闸门市抽水站 正式动土 站在后进溪旁 高雄市长陈菊就解决后进溪下游 一带低洼地水罐 倾听地方声音 具体实践的做法之一 在今天成行 准备在南子区右昌街和美昌街 165项分别新建两座闸门市抽水站 动用6000万元经费来解决后进溪下游地瓦社区的 淹水困扰 我们要求我们的水旅局理局长 希望在明年兴起以前 要把我们完成 或是这样我们买就较不胖水 避免919淹水情形重演 右昌街和美昌街165项抽水站工程 将赶在明年的讯题前完成 完工后可望为市府再排除一个 一眼水地区 港东新闻综合报导 继续来关心艺文消息 在高雄有市议员大力的来推动 当年雄中自卫队事件来改编成为舞台剧 而如今这一个梦想成真了 一连要在文化中心的智德堂演出四场 而高雄市长陈菊亲自看戏 也强调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戏剧 来了解当年雄中事件 学生们的热血护肖故事 改编自228雄中自卫队事件的舞台剧 从20到22号在文化中心智德堂演出 市长陈菊特别拨控在20号晚间 欣赏这一出时代舞台剧 演出的是一段属于高雄的228事件 这段尘封65年的青春故事 是依据高雄中学自卫队的真实事件来改编 由新生代演员和资深的演员合力演出 要重现的是1947年 一群雄中学生坚定信念 勇敢 曝啸的故事 截至今年高雄啤酒节举办 已经是第四年了 就在20号的晚间进行了开幕举杯仪式 高雄市长陈菊提到 欢迎所有的年轻朋友来到高雄 拥抱梦想 2012高雄啤酒节周五晚间盛大开幕 市长陈菊亲自到场与民众同欢 并且高举酒杯邀请市民 坐会拎落去 一 二 三 起 现场的朋友 举请你的啤酒跟我们的菊姐 和我们所有的酒商贵宾们一起举杯 预祝2012711高雄啤酒节顺利成功 顺利成功 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菊姐 谢谢 市长的热情带动现场气氛 高雄啤酒节迈入第四年 今年扩大规模 以拎落去为主题 在梦时代广场一连举行三天 成局并且希望打造成德国慕尼黑啤酒节 也鼓励年轻人勇于追梦 祖梦踏实 追求时髦的新潮所有的年轻朋友 到高雄来跟我们一起 喝啤酒好不好 欢迎大家谢谢 多谢 另外 陈局市长也提醒所有的朋友 尽情享受音乐和夏日沁凉的同时 酒后绝对不开车 也希望大家用热情的气氛 打造高雄今年最热闹的派对盛会 港东新闻刘志善采访报道 2012TKTV小小主播夏丽莹的第二梯次 在今天正式登场了 小朋友们在第一天的课程当中 熟了学习到 包括主播以及采访 需要留意哪些 注意事项 更重要的是 亲自出门来模拟采访体验 2012TKTV小小主播夏丽莹 在第二梯次 30位学员周六继续接棒 做事要优雅 然后再做事要细心 然后不要放上 我们漂亮然后都会教 然后都很动正 说话只要微笑 然后要抬头挺胸 然后说话要大声 然后说话时要让别人听得很清楚 只要很清楚 然后台风也很稳 然后服装更结 长相不能太over 还有呢 身材不能太丰满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公司 每年暑假举办的小小主播夏丽莹 广受市民朋友的欢迎 今年更是首次让学员亲自动手拍 其实我们这一次半小小主播 除了就是让小朋友可以亲自去参与着新闻的一个采访 还有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坐上主播台 亲自去感受一下就是当主播的一个专业 然后跟乐趣之外 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就是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他们对新闻议题的更确实的一个掌握 所以在这一次带他们制作新闻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结合最近的一个时事 包含奥运高画质的部分 还有就是数位电视 数位有限电视政府的一个数位化政策 我们都会做结合 就是让他们做一个了解 希望可以跟时事做一个更确实的一个掌握 经过一上午的讲师讲解 下午的课程特地安排小朋友实地作业 就是要看看小朋友们到底学会什么 就是把你的摄影机对着 对着你要采访的人 那尽量手 手如果会晃的话 你就是 来 你就是把你的手贴在这边 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晃 然后你在录的时候 你开始录的时候 记得要跟你的文字讲说 我OK了 已经在录了 那就请他提问 感觉起来很好玩 学到了一些 有关如何当记者及主播的知识 是不是觉得当记者很有趣 很有趣 会不会也是通常是很辛苦 可是好像应该也蛮辛苦的 要常常到处奔走 学到可以知道要怎么拿相机 然后当记者帮人家录起来 那觉得当记者当主播会不会很辛苦 有一点 因为他们都要冒着风 然后就要去访问 希望以后能够当记者 但是又不想他 因为怕会发生意外 30位学员分成三组 分别进行户外及室内采访 包括资源回收 社区公园维护 以及目前最夯的数位机上 和都是采访内容 只见小小主播们手拿摄影机麦克风 跟着指导老师模拟采访新闻事件 个个看起来架势十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记者林姐 现在我们在都会公园 要做一个有关环境的报导 小小主播下令迎课程内容 既丰富又紧凑 只见孩子们每个人去位学习 期待两天下来收获满满 有个难忘的暑假时光 港独新闻综合报导 关心城市进步怎么做最好 一起来轻松谈 每周一晚间九点 点亮高雄就这么简单 高雄时事港督话题 理性讨论深度对谈 每周二晚上九点到十点 高雄现场与您面对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YoYo Television 高雄哪裡好玩 怎麼玩才夠Fashion 有背包客 五星節玩法 忙貴婦豪華的五星級行程 看一群人 瀟瀟瀟瀟 變裝演短劇 帶你走遍大高雄 玩遍南台灣 一個讓你作夢的笑 看看你的節目 就在高雄渡會台 每週五晚間九點半 嘻哈高雄 歡迎回到 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我松玉文 接下来带领关心的是一周新闻回顾 回顾新闻 首先带大家一块来看到的是 在高雄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的游泳池 在先前因为巴巴风灾的原因受损了 承办的社福团体要负担庞大的修复经费 实在是无力来负担 而现在有了社会局的资金挹注 这一处游泳池在整缩完毕之后 终于重新的开放启用 戳破气球的启动仪式 听起来像是庆祝高雄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游泳池再次启用 因为莫拉克风灾的关系 所以我们采光灶上面都会掀起来 然后无法再使用 另外机房就开始会有漏水的情形 那磁砖的部分也是因为时间比较久 所以就是有不斑驳的情形 所以我们一次都把它一次修缮半年 我们的工程期大概是两个月左右 那包含前面的采购作业 所以当将近半年的时间 一度因为天灾影响受损 而大门深锁的游泳池总算整修完成 重新提供服务 感谢夏天让身心障碍者及一般民众清凉一下 我们主要还是身心障碍者跟我们自己的学员 我们这里有将近100个学员 所以他们就平常就可以排游泳课 就会来这里使用 那都不必收任何费用 那当然我们因为这里的服务也有社区服务 所以我们就开放给社区 健康的小朋友 我们这边也鼓励他们暑假来这里 有游泳课游泳班这样 平日为身心障碍者规划水疗附件课程 夜间要开放社区民众使用 把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里的游泳池设备 营造成属于大众的公共休闲空间 感谢欧院朱宇宏 采访我打 市府计划在高雄推动太阳能屋顶 呼吁所有的市民朋友 希望能够加入在屋顶设置太阳能电板发电的行列 而现在有一处引进民间资源资金 要来打造的太阳能低碳绿能社区 地点就在山林大爱园区 上高雄阳光屋顶计划 莫拉克重建区永久屋的屋顶 准备成为太阳能发电系统基地 山林八八重建协会理事长和业者签约 市府秘书长做见证 小零基大爱园区阳光社区投资签约仪式 简单隆重 我们大爱园区的阳光地碳社区 那这个主要的一个效能 它这边我们大爱村的阳光屋顶推动计划 我们规划将近500万瓦的容量 那么年发电量有730万度 一年可以节省碳排放4560公噸 20年的累积就相当于168公顷的森林 将成为第一个引进民间资金 朝太阳能发电发展的社区 我也是相信我们大爱村将来也会成为 我们台湾具有非常指标性的一个观光区 这个是另外一种很重大的意义 因为居民来推动这个光电产业 不仅能够在这个绿能环保这方面 我们站在前面观光的效益 那么居民也因此能够提升一点就业 甚至于在整个发电过程当中 这些居民他们能够得到一部分的回馈 在小林济大爱园区的阳光社区投资计划 除了太阳能发电也诉求在地就业 号召由意愿投入太阳能规划及施工的居民 来进行职业训练 为地方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许多投入社区营造的志工都会形容自己做的事 像是傻子才会做的 不求回报却往往是得到更大的收获 在齐山联合社区的社区志工们 同心协力打造了一座交香亭 竟然让他们报回了2012的建筑原野奖 捧着2012年出炉的建筑原野奖座 齐山联合社区志工们靠着营造交香亭 报回大奖 石板上写着的傻糊 挥斜的说出志工同心协力 打造社区景点的傻劲 以及意外得到原野奖的傻福 放眼望去的大片绿意 还有努力营造的重要目标 得奖之后 意外营造的坚对老人 针对老人 针对老人 还是说一些小朋友 因为我们客机夫就是 最约会和最约会在担的一个社区就对了 所以意外规划也是 所以我提示给他一个说 所推方车也能到 方车就是轮椅 把交双庭当成社区营造的起点 后续要朝向园区的概念来进行 得奖荣耀像是社区志工们的定心丸 让社区更好的路要继续的走下去 港东西文员朱宇宏 采访暴打 原本的二号运河 在市府投入了大笔经费来改造之后 改名叫做幸福川 水质还有环境的确都大幅改善了 现在却被水利局发现 奇怪这水质为什么不够稳定呢 追根究底才发现原来是在幸福川两岸 有店家骑楼做生意却没有遵守 雨水和废水要来分流的规范 才会让幸福川受到废水的污染 花了7亿元经费诊治的幸福川 让水岸环境向上提升 诊治的过程 节流高破阳等水质改善方法 几乎都用上了 才能换来河水没有臭味 清澈见底 比较不会臭 看起来呢 环境 环境不错 比较不会臭 所以说我们都在这边 差很多了 怎么差在哪里 整个都比较清晰 比较差很多 有了好的开始 后续维护才是挑战 靠近民族路的水质表现不错 沿着幸福川往中山路方向走 却是完全变了调 水质不稳定 水利局追根究底 研判是沿途店家 没有落实雨污水分离 惹得祸 许多的自助餐厅 或者是一些餐厅 或者是洗车厂 甚至有一些家庭代工业 他们在骑楼营业 那这些飞污水呢 就直接就往这个排水沟排 那虽然我们在幸福川的沿岸呢 都做了许多的这个节流设施 但是呢 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闸门打开 所以这些脏水又流到这个幸福川 特别点名涉滩在骑楼作业的餐饮等行业 业者常把废水往雨水下水道流 全成为市府联合机场的锁定对象 管理这个联合机场呢 就是会同金发局 警察局 环保局 区公所相关的单位 我们一起来做欠导的工作 我们希望说这个整个幸福川流域的 这些居民们都能够呢 妥善的来应用这个污水排放设施 把这个脏的水呢 就是排放到这个污水设施 也就是流入这个污水管 那不要把它排放到侧沟 特别是在骑楼营业的这些商家 有没有落实雨水废水分流规定 从幸福川的河水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想办法维持水质稳定 在良性的劝导外 跨局处用取地击查 加以规范 港区区文员刘志善 采访报道 市府在这几年 希望能够推动台客舞成为全民运动 也让高崇市的民政局 首次来举办台客舞大赛 邀请男女老幼一块来跳台客舞 台客舞除了这样跳也能这样跳 还可以这样跳 最后在来个大高雄38区 区长组 一种台客舞有不同表现方式 宛如台客舞竞赛 没错 就是为了现身革命更 首次登场的全民封台客 创意五万年台客舞蹈大赛 高雄市民政局和凤山区公所 动员区里长与社区居民 举办宣传记者会 除了示范成果也广发英雄铁 我们这个活动从即日起就可以开始报名到7月31日止 那这是我们高雄市第一次举办台客舞的比赛 过去都只有表演性质 那我们今年把它定位为全民封台客 台客创意五万年 那我们欢迎各区的朋友都来报名 希望替10月份的左营万年纪造势 市府提前已在2009年因大力推广而俨然全为高雄周牌的台客舞比赛暖身 祭出奖金制鼓励 号召不同族群参与并注入新元素 代出台客舞鼓励 因为我们有一般的这个基本舞步 那我们也考虑到像我们的这个宋江镇 有大专院校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所以我们特别加了这个创意花式的这个组 那分别由各区公所以及凤山区公所来办理 那我们今年呢为了要鼓励大家能够来参与 所以我们特别提供了最高奖金到10万块 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 竞赛活动分出赛副赛决赛三阶段进行 有基本舞步组花式创意组可供报名 只要有兴趣个人或团体不妨组队 向各地区公所相约尬五 港东新闻吴志宇龚如瑶采访报道 以上是民国101年7月21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王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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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请不吝点赞订阅 妈 上车吧 会记得她小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要把她拦住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我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 我知道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仅够幸福的依赖 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睁临前 快乐在心田 妈 上车吧 妈 上车吧 会记得她小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要把她拦住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我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 我知道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仅供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